自己在家剪頭髮只能修剪瀏海嗎? 還能剪出什麼呢? 哈囉,大家好,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這一集呢,我會請到兩個髮型師 教你如何把你的長髮稍微變短 以及瀏海的進階版喔 你一定要繼續看 自己在家剪頭髮除了主要的工具之外 到底還有哪一些替代的工具是一定要準備的呢? 以及應該要在哪裡剪頭髮比較適合呢? 那很多人沒有像髮型師的這樣子的剪刀 這是很利很好的鋼去做的 所以你們要用什麼剪刀剪呢? 家裡附近有美材行的就去買一隻剪刀 那通常都是幾百塊 那我們這個不一樣,這髮是七萬多塊 所以剪出來的髮質就是會很好,不會分岔 然後如果你們用便宜的剪刀剪 雖然不好,但是暫時是OK的 那如果你分岔很多人就要剪得很小心 不能這樣子剪剪剪 或者是大把剪 那你的頭髮就會像剪一張紙這樣子 剪剪剪很多剪一個布 那個布不是有很大的剪刀這樣剪很利 永樂市場裡面的這種大剪刀很利 那你那些剪刀是很貴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準備個吹風機 家裡一定有OK 然後尖尾梳、寬梳 長度不一樣的也可以 這種專業的剪髮梳也可以 我建議大家是一定要先洗完頭 洗完頭的話才不會塌塌的 那有自然捲的人就要先把它稍微夾順 那或者是用吹的 所以最好是還有一把圓梳用吹的 然後很重要一點是 不要拿這個剪指甲或是剪睫毛 剪小東西的剪刀剪 第一個是它的長度不夠 如果你真的是要剪很短 這樣一直一直剪 是可以的 但是我不建議 除非你無所謂 就是這個把子的狀況 或者是要剪很久 就很小把 那你一定要有一個鏡子 鏡子 在哪裡剪 廁所 不然就是客廳 因為頭髮會掉在地上 不要在水龍頭上面剪 不然就一堆水龍頭的頭髮 可能會阻塞 網路上面有很多人分享 他怎麼樣把長髮變短髮 就是綁一個馬尾之後 一刀剪下去 自然頭髮就長變短了 那真的是這樣嗎? 其實不然喔 像髮型師Sony 他就跟我講說 他在疫情前 其實頭髮的長度大概到腰了 後來大概過了三個禮拜 他真的受不了 覺得太長 所以呢 他就叫一個小兒子 一個小女兒 叫他來幫他練習一下 剪頭髮 然後呢 他兩個小朋友啊 就把他的頭髮 修短了十公分 可是蠻參差不齊的 後來呢 他就想說 那來幫我們Vogue來正確示範 到底應該怎麼樣 把參差不齊的頭髮 變短 而且變得很奇整 髮尾大家一定覺得很難 其實我覺得髮尾是最簡單的 瀏海才難 因為瀏海會整個影響你的臉型啊 然後你的輪廓啊 你看我的頭髮 長長短短 這我女兒跟我兒子幫我見的 因為那時候幫醫第三個禮拜的時候 我就不敢出門嘛 那因為我的頭髮那時候已經到腰了 就是這樣看得到嗎 所以後來我就請我兒子跟我女兒 一人剪一邊 然後幫我剪掉 然後果然就 這邊比較長 這邊比較短 然後還有很多的小毛 你看就是 長長短短不整齊 首先雖然我頭髮很亂 但是還是要輸一下 那濕頭髮剪也可以 除非你技術很好 吹乾的時候不會往上縮太多 我看的鏡子 我剪刀 我不要這樣子剪 我剪刀拿直的 拿直的 我看得到我 那我至少我身體肩膀是平的 OK 我這樣子修一下髮尾 不微過的 兩公分 沒事的 頭髮再長就有了 你看 髮尾就這麼簡單 那不要剪到自己的身體了 不然 褲也破了 衣服也破了 OK 那盡量不要橫的 因為橫的呢 你會出事 不然你就是自己用橫的看看 我不想吃在我的頭髮上 如果你想要 前短 就這邊短 後面長 那你放過去後面的時候 有一點弧度 或是有一點V字型正立 那你有個方式 把頭髮這樣子 從中間 分一半 大概就好了 不用那麼精準 因為自己剪不可能多精準 這時候啊 綁V 綁高 就會影響你的V 很V 影響你的弧 很弧 我綁越高 前面剪到的 你看這一截 越短 你放到後面 你後面的沒剪到 這一截就會變短 所以就會有一個V 或是一個弧 綁很低喔 然後往前拉 對不對 OK 你拿剪刀的時候 你一定要看得到你的手 離你的手 遠一點 不要這樣子 然後你剪這樣 你一定會剪到手喔 就是 你不要拿這個 修一點點 你拿 長一點 有空間剪掉 然後不要這樣翹起來剪喔 你會很多層次 就是放低低的這樣子剪 OK 不要太緊張 很隨性的 OK 好 我剪完這邊了 我覺得很漂亮 這些頭髮很多 所以你不要在水槽剪 你就是在地板剪 下個鏡子 我先放下來給大家看 有沒有覺得很乾淨耶 然後放到後面來 微微的弧度 不會覺得很糞 不會覺得一條槓 然後歪七扭八 然後 也不會有一個微笑線太V 或是太微笑的線 因為我不想要把它變 前面那麼短 所以就是用我剛剛的方式 接下來是瀏海的進階版 大家都知道啊 剪瀏海其實不只是長度而已 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如果你的臉很大 你想要修飾你的臉型 以及你的頭肉很扁 想要讓頭頂的頭髮比較蓬鬆 那應該怎麼剪 真的可以自己剪嗎 假設有些人問說 可是我的臉很大 我的臉很大 該怎麼辦 對不對 好你可以 這邊併腳的地方 女生不是都會流行有點點 這邊有點併腳嗎 所以你大概併腳 地方大概一公分 你可以把它畫下來 寬度一公分 就是大概是這樣子 一公分 好 一公分的地方先拿過來 然後呢你可以把這邊夾起來 好這時候呢 你就把它往你的下巴 有沒有是不是很長 所以通常要修飾臉型的話 大概如果你看 想像這是我的陰影 我打這樣 我的臉變很小 對不對 可是我這樣打開 臉是不是全部都露出來 女生不太喜歡把你的臉全部露出來 那我們就是把它兩邊 就在這裡 下巴頂點的位置 然後這邊的地方剪掉 這樣很簡單嗎 然後就是這樣 剪掉 咔嚓 這樣剪掉 好 這邊呢就會有兩條 女生都喜歡這邊 有點溜溜秋秋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 你到時候在做造型的時候 它也可以跟你剛剛剪的 劉海那邊線接 那我們要進入到 高階版的部分 高階版的部分 就是頭頂的膨度如何修剪 女生最常有的 就是有這樣直直一條線的問題 通常都是因為你的層次已經跌於肩膀了 所以你就會覺得很重 因為大家的頭摸起來 可能有些人是扁的 有些人是尖的 那我們如何讓上面的膨度可以更好呢 請大家注意一下喔 你可以把劉海先放著 如果你是想要做銜接感的話 建議你是劉海要放著 然後呢 頭頂區的這邊 依照你的分線 假設你的分線是這樣的 對 左邊右邊各取 大概0.5到1公分 往後 直立式喔 好 到後頂的地方 這樣子是不是有一個 長方體的區塊 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長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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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這時候呢 你可以 把它拉來前面 把它梳順 用手梳順 它就是銜接到這個位置 順順的 順順的 你手慢慢的 慢慢的 好 這時候就會掉了一點點 然後剪多長 就是依照你 側面髮際線的長度 不要一次剪太短 因為我們也只有剪一點點 我們要去銜接它的蓬度而已 上面你再亂撥 它就會形成 有一點點 層次的感覺 但是因為你只有剪一點點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它有斷層 但是如果你剪得太多的話 你就會有斷層 所以這兩個地方一定要特別的注意喔 你看這樣是不是就會變得很蓬鬆 因為它有微微的一點點的層次 然後去銜接前面 所以你後面的地方就是 你隨便剝一剝它就會很鬆 其實綜合以上的髮型師啊 我發現他們自己在家剪頭髮 剪刀都是這樣直立的剪 因為你絕對不要這樣橫的剪 因為你橫的剪一剪錯 就是覆水難收 那第二個呢 就是他們其實都是一點一點的慢慢剪 就是寧願少少的剪 慢慢的剪 才不會一下子鑄成大錯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在家剪頭髮 真的秉持了這兩個原則 就不會出錯喔 而且你越剪可能會越順 越剪可能越漂亮 到時候就真的不需要髮型師了 如果你還有什麼其他 彩妝保養頭髮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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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點 看來 我們下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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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